三户以内的根本连调查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政府这边有一点 开个小门的感觉 拿着刚收到的国税局公文 律师包租公蔡志雄 忍不住痛批政府做半套 这份公文里清楚写出 他名下所有不动产 要求在60天内自行勾选出三户 作为自用住宅 未来将能够适用1.2%房屋税率 但是公文上却连如何回复都写不清楚 上面竟然一漏说没有跟民众讲 要用如何的方式来回复 政府其实应该要在这个公文里面 跟民众具体的说明 不然民众会无所适从 一个房地一定要合一 那第二个长期持有的一定要优惠 同一时间财政部还在持续出招 算一算一旦真的房地合一 十年前买的500万套房 现在市值约1500万 如果以现在制度卖出的话 大约需缴税100多万 但如果房地合一就得缴450万 落差非常大 现行的话 土地部分是照那个公告限制 房屋是照平地限制 那个跟市价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如果将来房地合一 受屋所得都全部适用所得税的话 就会很可观 政府打房似乎招招矛盾 恐怕还没打到大户 却先苦了小老百姓 三列宣令封闭的下头